同一面墙 用三角尺测量是个90度的直角 然而当换了一个位置后 却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到底是三角尺缩了水 还是墙面出了半 更让人惊奇的是 即使在平整的地面上 一杯水倒下去也会奇怪地分成两半 这房子多少有点诡异 男人迅速拿出抽屉里的卷尺 首先 他测量了屋内客厅的长度 结果显示是26英尺 接着 他又测量了客厅外同一位置的长度 惊奇地发现 外面的长度竟比屋内少了整整5英尺 这让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女儿也感到震惊 因为这明显违背了物理定律 怪不得这别墅这么便宜 才9块9就可以拎包入主 而且男人会买这栋别墅的原因也是相当离谱 就是为了防止老婆出轨 男人是一位编剧 而他的老婆比他小18岁 是一位当红影视演员 平时老婆在拍摄时 经常与一些帅气的小鲜肉合作 而男人已经是个老腊肉 论言直论活力都比不过 这让男人产生了危机感 于是迅速在偏远地区购置了一套别墅 第二天就带着老婆和女儿拎包入主 出班入时 他们都对装修风格感到满意 然而 男人突然听到某种声音 但老婆声称没有听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两人穿梭在宽敞的走廊里 发现这犹如一个迷宫 等两人检查完房子后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女儿在床上玩着手影游戏 突然墙上多出一道黑影 女儿受到了惊吓 幸好男人走了进来 女儿向男人讲述了这件事 但他没有在意以为女儿看走眼了 等到男人离开房间后 女儿害怕地钻进被子里 然而 那道黑影再次出现 随后男人下楼关灯 这时钟表上显示的时间是十点半 接着男人一路从客厅关灯到书房 当他关掉台灯准备上楼时 身后的房间突然自己打开了门 里面的灯还亮着 男人随即走进去查看 意外发现墙上竟是张偷拍自己关灯的照片 而且这画面看起来有点诡异 结果心大的男人依旧没有在意 准备回楼上睡觉 可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一旁钟表上显示的时间 紧紧下楼关个灯 时间进过去了五个小时 第二天 老婆带着女儿在树林里散步 女儿问起为什么大家都讨厌爸爸 老婆便告诉他 男人之前其实有过一段婚姻 当时前妻喝多了在浴缸里溺笔了 法医鉴定出前妻是意外死亡 可邻居们依旧认为男人是杀人凶手 这段经历让男人心里严重受创 创作剧本时也常常焦虑不安 一气之下随手把笔记本扔在桌上 打算出去散散心顺便买点生活用品 然而 在商店老板的透露下 男人得知了有关别墅的秘密 其实在男人搬来之前 前一位业主在那栋别墅里离其失踪 随后在男人结账时 老板送了他一把三角尺 男人对此感到困惑 但还是收了下来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老板其实知道房子所有的秘密 可男人如今还没有察觉别墅的异常 没有对别墅深入了解 在他回家后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 男人晚上睡觉时总被噩梦惊醒 无法入睡的他索性来书房写作 竟发现本子上多出了一行字 更离谱的是字迹和自己一模一样 内容是你应该立刻离开这里 男人清楚地记得自己没写过这行字 在他一头雾水时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 他连忙回头 却没看到任何异常 以为自己是没睡好听错了 不料身后又传来了关门声 他这下坐不住了 发现原本摆放书架的地方 凭空多出了一道门 打开一看 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楼道 他缓缓走下去查看 惊讶地发现底下全是偷拍照 上面都是他们一家搬进来的画面 更让他惊讶的是 竟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女儿 而且女儿已经溺闭无力回天 男人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停扇自己耳光 认为一定是自己又做噩梦了 想把自己从梦里扇醒 甚至打碎瓶子扎进脖子 剧烈的疼痛让他终于苏醒 他庆幸这只是一场梦境 随后他带着老婆走进书房 将梦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他 可经过一番查看后 并没发现有暗藏的门 频繁的噩梦让男人备受折磨 于是和老婆商量 决定搬离这栋别墅 可就当男人整理行李时 他看到窗外的老婆和女儿 快乐玩耍的画面 随后给老婆发信息 说他们真可爱 但玩手机的老婆并没有回答 男人这才发现老婆还有另一部手机 自己一直发的信息 是被这个手机接收的 那老婆在外面偷摸着和谁聊天 男人感到不安 怀疑老婆是否给自己 戴了原谅色帽子 他拿着手机质问老婆 认为他肯定背叛了自己 然而老婆拒不承认 并且对男人不信任自己的行为 极其不满 一气之下开车离开 表示需要静静 可当老婆前脚刚走 男人就在笔记本上 发现了梦里的内心留言 如今还多出了一行字 写着你本应离开 现在太迟了 这时女儿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杯子 他惊讶地发现地上的水 竟然分成了两堆 接着他拿出老板送的三脚尺 发现了异常 还测量出屋内比屋外多出了污泥 女儿突然感到一阵寒意 随即进房间穿外套 可当他打开门准备出来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女儿凭空消失了 男人以为他是想和自己玩捉迷藏 打开了女儿刚开过的那道门 发现地上是女儿刚穿的外套 男人顿感不妙 开始寻找女儿 可当他找遍每个角落后 依旧没能找到女儿 他并不知道女儿已经通过那扇门 来到了异度空间 他在走廊上穿行 而镜头摆放着一个浴缸 而在别墅里的男人不断寻找着女儿 但房子的结构变得异常奇怪 打开二楼的门 竟来到了一楼客厅 他仿佛身处无尽的迷宫 为了不迷失方向 他搬来椅子放在走廊上 可当他一回头直接CPU烧了 原本只有两米长的走廊 瞬间变成一百米 当他来到书房后 原本在噩梦里出现的那道门 真的出现在书架旁 根据梦里的画面 女儿很有可能就在下面 当他走进去后 身后的门竟突然自动关上 与此同时 女儿被突然出现的老灯吓尿了 女儿被老灯吓得放声尖叫 男人也在这时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他用力踹开房门 意外发现回到了客厅 最终在楼梯间找到了失踪的女儿 好在女儿没有受伤 只是受到了惊吓 男人深感这座房子的威胁 再也不敢让女儿离开自己身边 他匆忙拿起手机联系老婆 但无论怎么拨打 电话都无法接通 他只好拨打商店老板的电话 希望能从他那借一辆车 逃离这个地方 然而 老板却告诉他 他将永远无法离开这里 并透露了一个关于别墅的传说 很久以前 这个别墅曾是一座教堂 专门用来囚禁罪恶的灵魂 后来教堂被拆除后 人们在原址上建了别墅 然而 那些曾经有罪孽的人 一旦搬进这座别墅 便再也无法逃离 听到这个消息后 男人下定决心 立刻带着女儿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没有车可用 他们只能不醒 黑夜中 两人不知走了多远 终于看到前方有亮光 然而 当他们靠近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 原本他们一直朝着山下走 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别墅的位置 如今已是深夜 男人决定留宿一晚 等到天亮再离开 当他们刚躺下准备睡觉时 突然一道白光闪过 他感觉好像有人用相机偷拍 然而这一幕似曾相识 原来他之前在地下室看到的照片 就是从这个时间段的偷拍中来的 他起身查看 试图找出背后的偷拍者 然而他刚走出门 女儿的房间就被反锁 他也被拉进了那个异度空间 一个装满水的浴缸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接着一只小姐姐突然飘在身后 把他按在地上抱走 男人定睛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前妻 可很快 前妻消失了 他惊魂未定急忙站起身 沿着楼梯跑上楼 然而一推开门 却发现前几天的自己 那时的自己根本无法看见现在的自己 转身离开外出购物 接着男人在本子上 写下了你应该立刻离开这里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是同一个人的自己 随即男人来到客厅 时空再次错乱 这次是他们一家三口 刚搬进来的时候 而男人刚搬进来听到的声音 正是未来的自己发出的求救 下一秒 楼梯也变得扭曲 他的手表不受控制 他努力攀爬楼梯 想找到女儿 突然又一阵白光闪过 竟发现自己再次回到原地 无论怎么努力 楼梯似乎都通往一楼 但是女儿如今处境危险 容不得他放弃 又一次艰难地爬上去 虽然他最终成功到达二楼 但他又陷入了另一个时空中 他遇到了之前曾对女儿说话的老灯 他祈求老灯放过女儿 然而老灯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恼羞成怒的男人对老灯一顿输出 但当老灯摘下帽子时 他震惊地发现老灯竟然是他自己 原来 从他踏入这座别墅的那一刻 他就被困在这个可怕的循环中 男人被这个真相吓坏了 他无所适从的摊坐在地上 老灯靠近他说 你现在明白怎么做了吧 经过老灯的警示 一阵白光闪过 老灯也随即消失不见 就在此刻 女儿从楼上走了下来 男人深感自责 紧紧抱住女儿 随后 他将女儿带出了别墅 发现时间终于恢复正常 正巧此时 老婆也回到了家 男人把女儿带进车内 毅然决定揭开多年的秘密 他告诉老婆 他前妻的死亡并非意外 虽然男人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但内心的罪恶感无法被抹去 这座别墅就是审判罪行的法庭 他将永远无法离开这里 最后 他与老婆作别 只有无罪之人可以轻松离开 但这栋房子将继续见证人们的罪行 故事落幕之际 那座别墅再次挂在网上 等待下一个人的到来 谁会是下一个走进这个可怕循环的人 我们无法预知